好 同學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第五課 一些課文的重點 那我們這一次還是分成兩個部分 因為這個課文比較稍微有一點長 雖然說它有很多重點是重複的 但是我想我們還是分成兩段 這樣看起來不會那麼的有長 OK 好 那我們先從頭來囉 OK Most of us can remember the titles of our favorite films Few, however, can remember the directors of those films With 好 這邊這個with的話呢 它指的其實就是一般來講我們所理解的有 OK 就是說呢 雖然我們很少人 不過還是有 很少人能夠記得影片的導演 不過當然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的話 還是有一些 還是附帶著 所謂with的話就是附帶著 附帶著有一些所謂的例外 OK 或者是你也可以說 and there are 比如說類似於這個意思 OK 然後接下來他說 one of them Steven Spielberg is a household name household name 所謂的household的話就是指家喻與小的 OK a well-known name he has entertained the world with stories of a daring archaeologist 這邊又來一個with 這個with在這邊的話當然不是有this 因為這邊的with的話呢 指的是呢 我們所謂的叫做工具 OK 所謂的工具 就是用什麼 你什麼什麼 來這個entertain us ok 好接下來 his made us cry 我想這個應該也是算是舊的東西 也就是說make這個字 我們這邊當然知道說是食一動詞 食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那後面我們說要加原型動詞 如果是主動的時候 後面要加原型動詞 made us cry with the tail of a space alien who just wanted to go home 好那同學可能有印象了 這個就是在講et內部電影 he's scared us with sharks and dinosaurs 好he's scared us 這邊的話 如果是說he's scared 這個很害怕 這邊的話呢 這個he's scared是 OK 這邊這個he's scared的話呢 是指說he he's scar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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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他呢使我們驚嚇 他呢使我們驚嚇 他呢對這個東西來嚇我們 當然這是一種說法啦 當然這是一種說法啦 其實當然就是指說呢 他這個 他的電影裡面有這些東西 讓我們真的覺得很驚恐 譬如說大白沙啊 譬如說諸多季公園啊 OK And he brought us the horrors of World War II in Schindler's list and saving private Ryan 好那這個horror這個字在這邊加S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在你們課本裡面好像 很有趣的是呢 它在那個三字的註解的地方呢 告訴你說horror這個字是不可說明的詞 但是這邊他給的確有加S 然後這就是我們常常發現課本 那個他呢這個單字的解釋 有時候跟那個課文裡面的這個單字用法 好像對不上 那事實上這個horror加S的話 是一個比較不正式的用法 他指的是說 a very unpleasant and frightening experience OK 那他用horror 因為可能 他可能是讓你覺得說 哇 這整個啊 每一樣東西都讓你覺得很害怕 所以horror加S的話 表示是很多 所以是一個非常的unpresent 而且非常的frightening 這樣的東西 所以讓你不停的感受到你那種恐怖 所以才加S的啦 好 接下來 Spielberg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這個in沒問題吧 OK OK我們說呢 be interested in 或者是呢 you have an interest in something 我們都是用in OK 好 at an early age at 這個字 好 用在講年齡的時候 也是很常用的 可以看到 好 比如說呢 我們說 at twelve ok he invented the first machine ok 或者是invented something really creative 對不對 ok 這個at twelve 或者是你也可以說 at the age of twelve 也可以啦 ok 好 基本上我們在講年齡的時候 你說幾歲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會用at 好你看 後面馬上出現一個at twelve 有沒有 ok he started making his own short films with his daddy with his dad's movie camera 這個with還是一樣 就是我們剛才講什麼 欸 對啦 就是工具的意思 使用什麼 he sometimes enlisted his mother's help she would make movie props for him prop這個字啊 當作道具的話呢 請你務必記得加S啊 ok 好 那你說prop這個字呢 當作單數的時候 有啦 當作單數的時候呢 我們說動詞的話 指的是支撐 或者是我們說名詞的話 指的是支撐物 那這邊的話 當我們在講道具物件的話呢 不然來講因為東西很多 所以我們都是要加S的 ok Spielberg's three sisters also like to be in his movies he killed them all several times ok 往下看 At age 16 你看講年齡又是at Spielberg made his first feature lens film 好 當然我們在講說的劇情片 劇情片我們會說是feature film 好 那feature lens的話就是指說 長度有像劇情片那麼長 這樣子的呢 這個所謂的影片 ok 所以這個feature lens 兩個都是名詞 但是呢我們這樣給它加起來的話呢 就變成 而且有一槓 就變成了一個形容詞 就是說有劇情片的那樣子的一個長度的一個影片 好這個也是很熟悉的東西啊 spend 的後面做什麼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這邊說要用動詞ing 這樣 ok 那一般來講的話我們會說呢 如果呢你是spend money 那你會用on ok 那on的話 後面你接的是比如說某樣事情 如果你是用動詞的話呢 這個on或是in的話 一般來講就省掉了 ok spend money on doing something ok ok 或者是呢 spend money on something 或是 doing something 就把它寫得明確一點 好 好 但是呢你如果是spend time 好那我們就會用in 好 也是一樣in something 或者是in doing something ok那這邊是錢嘛 那所以應該是用on 反正他省略掉了你就 but it earned back its whole budget in one night 哇厲害了 Spilford got poor grades in high school and wasn't accepted to any film schools ok 好這邊介系詞我們用to啊 因為他是呢 有一個方向的 然後被任何的學校接受 讓他可以去他們的學校 這個to 表示有個方向 but never had he felt discouraged 好這邊的話呢 這可能是這一課裡面 最難的一個句型 因為我們說這邊呢 我們看到了never在前面 ok 好 那除了never之外的話呢 其實只要是任何的 所謂的否定意味的字典都可以 ok never 或者是 seldom ok都可以 ok ok 或者是同學可能還有印象呢 就是同學看過所謂的not until 有沒有 ok 好 那你把它擺到前面去的話呢 句子的話呢 就要做所謂的倒裝嘛 ok ok 好 所以呢 這邊的話本來是 he had never felt discouraged 有沒有 但是呢 因為現在你把這個never 擺到前面去 所以助動詞 had 就跑過來 然後在he 然後後面照抄 ok 這樣子了 所以呢 等於就是說 為你never 拉到前面去 來做一個強調 ok 所以你句子就做一個導裝 那這樣的話當然呢 第一個 因為你要強調never這個字 再來的話呢 你有時候用一下導裝句 其實文章也稍微有點變化 不過呢 不要一直用 ok 不要呢 比如說你呢 在寫作文的時候 第一段的開頭也要用 然後呢 第二段的開頭也來一個 然後最後一段的又來一個 這樣子的話會讓人家覺得有一點點故隱 這樣子 ok instead he regularly loved his way onto the universal studio's lot ok instead 這邊為什麼還要再講一下 因為呢 這個字的話呢 就是說 而怎樣怎樣 而是 那這個而的話就是有替代的意思 也就是說 他不會覺得discouraged 而 那這個而的話就是替代 而是怎麼樣 他呢 還是常常的就這樣子亂闖進去 ok 所以這個instead 他的替代 他的代替 這邊的話是一個副詞 那是用在像這樣的情形 因為我有時候會發現呢 同學好像會把instead這個字 拿來呢 跟這個 所謂的replace ok 或者是呢 take the place of 來做一個等同 但是事實上他是不等於的喔 ok 好 我們說呢 他是並不等同 這樣 ok 好 因為instead的話 並不能夠當作動詞來用 這個要提醒同學 好 這個是一個課本上的片 你看到 talk someone into 那into 是介系詞啦 所以你後面你看 look 加ing 那其實呢 相對於 talk someone into something 其實也有一個所謂的 talk someone out of something 或是 doing something 我相對的比起來的話 talk someone into doing something 用的是比較多啦 ok 好 接下來 his 22-minute film called emblem won awards at Venice and Atlanta film festivals 好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22-minute 好 因為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形容詞 所以請你注意到 在形容詞裡面的話呢 名詞啦 所謂的noun 就會變成怎麼樣 就會變成單數吧 ok 比如說同學都有印象 你會講說 ten year old 有沒有 你不會說ten years old 你會說ten year old 這樣子 然後把它連起來 變成一個形容詞 ok 好 那這邊的話 他說他這個有好的作品 also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head of Universal's TV division he signed Spielberg to 跟某人簽下 把某人簽進去 這邊等於是這個意思 把某人簽進去某個合同裡面 所以這邊這個to也是有一個方向性的 這樣 ok 這邊這個to sign somebody to something ok 就是跟某人簽署一個東西 讓他去屬於 讓他去屬於 讓他進到那個裡頭 讓他屬於那個東西 ok act twenty Spielberg was the youngest director ever to get such a deal 好這邊我看到這個ever ever的話呢 這邊等於就是呢 sorry 這個ever這邊的話呢 是一個強調 因為事實上你也可以說 at twenty Spielberg was the youngest director to get such a deal 好那加一個ever的話呢 就是好像呢 意思就是說 這個還真的是前無故人 就是所謂的呢 有史以來 從來啊 他是第一個 最年輕的獎 加一個ever有這樣子的意思 就是說呢 以前沒有過先例 他是呢 曾經發生過的 最年輕的獎 ok 所以我們加一個ever 有這樣子的意思 ok 好那呢 第一部分我們就先說明到這裡 好那我們稍後再來進行第二部分囉 拜拜